要避免耳朵感染发炎 在选择食材的时候 就多选一些抗发炎的东西 像主妇今天用各式的水果 还有海鲜来帮我们保护耳朵 是 我们今天做这一道叫做 果香捞海鲜 我们先来帮我们的水煮开 水煮开 那其实像现在夏天到 大家很喜欢吃这种生烟料理 对 可是其实我都觉得很害怕 因为我以前是护理师嘛 大家都很怕大家会腹泻或不舒服 会有感染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道料理 其实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去做 但是全部都是熟的 对 而且我们的酱汁会用到 我们的苹果 还有水梨 重点还有奇异果 像奇异果 蛤蜊 牡蛎 这些都是很护耳的食材 对 那我们今天就是 做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需要先把我们的水里面 放我们的月桂叶 然后它水要滚了 我们现在可以加我们的蛤蜊进去 把它放进去 那煮蛤蜊的时候呢 大家有些人会喜欢说 它吃嫩嫩的 所以就是拌开就把它捞起来 如果你家里有长辈小孩 建议你煮久一点 让它的肉熟透一点点 对 避免有些可能它会腹泻 或不舒服这样子 要全开是比较好的 对 没错 那我们在等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来打我们今天的酱汁 是 今天的酱汁要怎么搭配啊 好 我们的酱汁呢 今天搭配的是我们的水梨 给它一点香甜味 然后我们的苹果呢 其实它本身就是有不同的香甜的风味 它组合在一起也非常的好吃 像韩国他们很喜欢用水梨来腌肉 对 没错 然后再来奇异果给它一点酸香味 这个比例我们又一定有一个特别 其实差不多就是1比1比1 那我们这边酱油的话是用200克 这是要下酱油 对 下酱油 那不用担心说好像很多 不会不会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把它再煮 就是煮一煮这样子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蒜头 蒜头这么多 没错 很好吃 医生笑得很开心 这个陈安医生好像很期待 没错 那我们加进之后呢 我们可以加差不多200cc的水 一起把它打成泥 那不用担心说蒜头味要太多 因为其实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煮 它那个辛辣味会跑掉 没错 中心是有一个开窍清耳茶 可以分享给大家 对 我们常常免疫力不好的时候 常常耳朵在发炎 等一下给耳鼻窝科教医师看完 又开始发炎 所以我们这时候这个开窍清耳茶 其实很简单 你还发现我们有什么 山药 枝籽 茯苓 还有生麻跟我们的食仓谱 那其中我们常常看到的 这个山药对我们的免疫力 还有这个生麻 它都是可以把我们的阳气往上 然后我们的肠胃吸收好的时候 它既然它就是免疫力就比较好 但是常常在发炎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个特别的有一个枝籽 那这个枝籽做的颜色很鲜艳 就橘红色的 那它可以卸火 清热 凉血 那它也可以拿来染布 因为它颜色很漂亮 它有特殊的香味 那它可以什么 清热 卸火 除烦 所以当它在吃的时候 你又发现说 对我们有一些虚火 是不是熬夜 或者是这个部分都可以帮助 然后茯苓它可以什么 它虽然可以沥水 清热 但是它也对我们的皮筋 湿度 我们说在中医来讲 这些灼或者湿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 我们所谓的抗氧化的不好的东西 这些把它去除掉 所以它整个那个茶 来当一个一般的保养的茶喝 避免它常常在什么 免疫力不好就发作 好像那个开关 一下子到一个 一下子就开始 所以它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长期喝 然后来配合人 这个身体的饮食的配合 你会发现 比较不会一直在发作 主书是已经把我们刚刚的汤品 变成了一个 在这里煮的热汤 是 刚刚我们的酱汁 大家看到很多的蒜 其实蒜对身体非常的好 那如果你真的很害怕蒜 可以降低这个比例 可是这样调起来真的非常好吃 而且煮完之后 它的辛辣味会消失 那再来刚刚我们捞起来蛤蜊之后 现在加我们的母粒 现在要煮不上去 对 那其实像我们在做 这个料理过程中 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 你让海鲜的东西 不要就是在清洗的时候 把它水溅到旁边 然后感染这个生食 所以今天像虽然我们 有准备这个小黄瓜 跟这个番茄 其实都可以生食的 但是我们因为夏天 其实难免你还是会怕 大家肚子就不太舒服 而且食物会容易保存不大 对 没错 其实我都会建议说 其实它滚的时候 我们汆烫一下这样 好 而且其实我这样的顺序 是有巧思的 刚刚是不是先加蛤蜊 对 蛤蜊其实它本身就会有一个 咸香的风味在里面 所以我们加花椰菜下去烫 它也会吸附这个很好的高汤 它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高汤饼 对 非常非常的好吃 那我们其实所有的食材就这样子 依序慢慢把它烫好 那花椰菜如果说教大家一个 怎么样比较不泛黄 你可以在这时候加一点点的油 油 对 它会保持它的翠绿 那因为本身里面就有咸度 也会让它的这个绿色 也会保持得比较好看一点点 对 没错 那像我们这个稍微烫一烫 烫熟就可以 对 烫熟 大家在家可以把 如果你可以再切小一点 它烫熟的时间会更短 其实一开始主厨在讲的时候 我不是很相信这个汤会多好喝 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在做二厨 因为它起来的那个味道 真的是好喝的 对 现在家里吃惯了火锅 其实你可以改改这个方法 真的很香 没错 那像我们现在这个小黄瓜 我们就可以这样稍微烫一下 然后把它捞起来 过个热水 让它表面的一些菌把它杀掉 这样你们吃起来会比较安心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烫好这些蔬菜 我们可以把它冰镇一下之后 我们可以放成像这样的盘子 太漂亮了 对 就是你 我们虽然是在家吃健康吃 也要吃得有仪式感 是 没错 好 那这边呢 我们最后来加我们的加工 就是把我们的酱汁 倒到我们的这个调理盆里面 对 那其实你觉得 它好像有点稠对不对 对 其实是我故意设计的 因为我这边还会加点冰块水 倒进去 倒进去 我想要让它就是快速的冰镇 对 那这边呢 我们加一点点的 柠檬汁 柠檬汁在这时候加进去 不用煮它 给它一点就是自然的酸度 没错 对 然后把它搅一搅之后 加入我们的香菜 听说香菜现在很贵 很贵哦 对 对 对 很珍惜哦 很珍惜 可是香菜其实它维他命C 也都是非常好的 加进去 把它拌一拌 然后最后呢 淋在我们的海鲜上 这样我们的这个果香海鲜 就完成咯 尝尝这道果香捞海鲜 我们刚刚有分享过耳朵进水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但是另一个问题 我想大家更困扰 就是耳朵痒 耳朵痒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医生都说 你不要自己掏耳朵 想问一下张医师 到底怎么样可以正确地 处理耳朵痒的问题 如果耳朵痒 你真的要掏 有的会用这种叫做掏棒 可是既耳朵的皮肤其实很薄 即便我们耳朵科医师 有时候不小心轻都会流血 甚至造成疼痛 所以其实很难 三言两语就教民众 怎么正确掏耳朵 我只能说你如果有 比较洞口的地方 稍微轻一下可以 但是如果是深层的 你稍微一刮 就容易流血 所以在洞口的时候 其实用这个耳棒 洞口我觉得可以 看得到的相对安全 那如果是用这种棉花棒 其实你只会把耳垢越推越深 甚至我之前有遇过 很多耳垢都积在耳膜附近 它就会提不到 那如果比较深的耳垢的话 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交给专业的 可是难道我们耳垢 就要去挂耳皮侯科医师吗 是 也可以点耳腰水 让它稍微溶解之后 再让它掉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 透过一些耳棒 但是你要刮的位置 是比较外面 那如果你要到比较深层的话 其实可以去耳皮侯科医师 那边要一些药水 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耳垢 自然地排出来 是这样吗 是 好 今天其实我们讨论很多 跟听力有关的问题 一定要特别留意 听力是我们接受 外在环境中 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有些研究会发现 假设听力受损的时候 其实你的失智症 发生的风险会上升 所以如果你有晕眩 或者你有出现一些听力改变 甚至是有一些耳鸣的状态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地小心 及早去医院看医生 才是最好的选择 健康2.0 希望大家的耳朵 都可以甜甜健康 耳臭慕名哦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哦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